那么下面呢 我们简单的说一说 蔑视的几个主要领域 当然这就是 切合到我之前一开始说的 叫all around skill set 那么这个算是就是要求 这个算是就是要求 你这个 你在各个方面 都要有所了解 但是有可能不需要了解的 非常非常深 比如说你不是说 非要去做一个统计的PhD 你才能做这个算是 不是说你非要是个 PhD才能做这个算是 不是这样的概念 很多我看到很多人 比如说去做一个什么 生物的PhD 或者是Engineer的PhD 其他的Engineer的PhD 自己学一些东西 甚至PhysicsPhD 也都有可能会去 转换这个Size 为什么呢 因为它可以自己 train自己这些所有Size 比如说你会 你会写统计 你会知道什么 新Learning Model 你会懂Coding和SQL 怎么去做 做这个Extraction 然后在这些Size 具体的Model 可能会去考虑一些 Fature Engineering 那么首先第一条 就是Statistics 但是这边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问题 我只是在这里简单的说一些 可能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 这样Linear Question的问题 当然有些时候 甚至我现在就是说 这种有些区别在于 就是说你 有些朋友问说 哎呦 这个PhD 你先面识什么东西啊 这东西有区别 这个区别在于 你到底是Junior的 还是Senior的 比如说 我去面Senior的 然后Junior的是PhD 我可能就不会再去问它Linear Question 我觉得这种东西 我还要问你 你还在打不出来 有可能有点 有点不太好 但是如果你是刚刚毕业的 你并没有做过很多很多 公司的Business的问题 我可能会有 会去问一些Linear Question的 Technical的问题 比如说R2到底是个什么概念 如果你还认为R2越大越好 那我可能觉得 哦 这个是一个问题 你看到对这个R2 并不是很了解 并不是很懂 但是这个可能会这样想的 那GLM包括Logical Question 那这个Logical Question 有可能会跟其他的一些 Questification的方法放在一起问 Time Theory是个很大的一个 Ariman Model 也是个很多人问的一个问题 当然这也取决于你的Project 所以大家看好你的 你的这个Job Description 你看看你如果说 你如果说这个公司是做什么 做Product Ranking 那有可能Time Theory 就可能用的会比较少 那么如果有人是做Forecasting 然后有可能 Marketing Forecasting 或者是什么Finance Forecasting 那你可能知道 那Time Theory是个必然要用的东西 所以你会根据一些 一些具体的Project Jobs 你会自己会做一些准备 那么IP Testing 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 有些可能会做一些T-Test 但是很多人搞清楚T-Test 和Novel Test 有什么区别 有些Consulting Company 会问一些No-Parametric Test OK Best Theory Probability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问题 很多人会问的一个问题 Variable Fluction 所以在Insurance Company中 很多人经常会问 Variable Fluction的问题 在IT 当中 可能Variable Fluction的问题 可能会比较少 但可能还有一些其他 比如Exploration Exploitation 这种偶尔的同学 可能会比较熟悉 Experiment Design Click a Trial 比如说BioCity 所以我写的 这个屏幕上的一些东西 可能是统计里面 最重要的 最经典的一些领域 的一些问题 可能会问到 那么下面一个问题 就是Machine Learning 那么你这边的Science 对Machine Learning的东西 是要有一定的了解的 Classification Regression Clustering 这是一个三大领域的 在我们Machine Learning的 基本环节 那么在Neural Network 有些人可能说 我们是不是需要 知道Deep Learning呢 这东西 你如果没有学过 你去临时报复脚 是没有意义的 你学过了 你当然 你可以去说 我对这东西有所了解 然后下面条 我可以单独抽出来 叫Triple Semester Random Forest 那么这个东西呢 就是说它很多时候 是要来做Classification 但是它可以去做 Regression 可以做其他的方法 但我把它单独列出来的原因 是因为它实在太破坏了 太容易被问到 所以这个东西 应该是大家准备 自己准备的 而这东西 如果说 所以统计的 往往你是接触不到它的 你平时用不着它 当然大家可以做 Kickle Combination的时候 这是一个很好的Practice 就是说 你这个方法怎么用 还有其他一些问题 Dimension Touching Carameter Tuning 这都是一些 在做某些东西 过程当中 可能会用一些方法 有些时候 大家会问 你问这个原因在于 我问了你 我就知道你有没有做过 还是说 你仅仅是把 所有东西 往Random Forest 你扔 你扔 whatever coming up 这个就是有问题的 那么我问你 怎么tune the parameter 我怎么做 Dimension Touching 各种各样的一些 细节的问题 就可以看出来 对于在你在自己 在做这个范子 在做自己在做Modeling的时候 是不是去考虑的 一些具体的一些问题 而不是简简单单 把数据往里一扔 然后就结束 所以这是 就是有的时候 大家会忽略的一些问题 那么 另外一个大的环节 叫Coding Coding 我们可以讲一个礼拜 我们可以上一年的课 上Coding Algorithm 但Coding 总体来讲 就是两大块 一个Algorithm 一个Data Processing 我们等会做一个实战 就基本上是一个Data Processing 的问题 这个就是说 Algorithm的问题 据我个人的经验 变质对Data Science 面的比较多的 有可能比如说Sorting Search Dynamic Programming的问题 这三类的问题 可能会面的比较多 有些其他的Graph的问题 那可能就会牵涉到 有些具体的一些公司 专门做的东西 可能会问的一些这样的问题 最后 很多很多公司都会问 比如说Facebook的Data Science 有些人像我们都不愿意去 原因是因为他很偏Algorithm 但有些同学可以以此为做一个 如果你可以去尝试 尝试Facebook的这个Data Science 你可以以此作为一个跳板 先做他的Data Science 然后会偏其他的更多的 做一些Modeling的东西 但是Data Science 我不是说Facebook的Data Science很好 不是个意思 Facebook我去Modeling 开始了Data Science 之前 我就发现 他们问的很多Facebook问题 都非常的确定 所以你没有做过Facebook 你仅仅知道 我知道InnerJoin LessJoin OtherJoin 你知道这东西 没写过Facebook 你几乎是半个百个费用了 原因在于 你写Coreer的时候 你会有各种各样的Trikey的事情 所以这就像是什么样 就像下级一样 就是说 你知道那个马会别脚 你知道像怎么走 那你是知道原则 你是知道这些规则 但是你就一定能下得过我 这是两码事 所以写Coreer是这样 就会你会 你会有些时候 有些问题会抛给你 然后你把它转换成 你能知道 这个是个InnerJoin 你能知道 这是个LeftJoin 你能知道 我需要做Aggregate 这个东西就是你需要做的 而且有时候会有些Educate 所以Coreer 就你能把它写得好 也是需要有Practice 但是这也是一个 Data Science一般 要么偏重Coding 要么偏重Code 这两个东西必有其一 或者两个都会考 所以这个东西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 会有一些测证点的程度 那么最后两条 我把它放在一起 因为有一定的相关性 Face Engineering Business Case 这个东西就是你在做很多Modeling 说我们说到80% 有些公司 有些公司经常可能会 大家听到说 我们80%的时间是在做 这个 Data Cleaning Data Processing 可能只有20%时间 是在做Modeling 其实这东西也对 也不对 因为很多时候 你在去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要把它转化成 那个Business问题 这个过程当中 你就要考虑 你去去抓 抓取什么样的feature 你去抓feature的时候 就面临着 你要跟很多Engineering Team 讨论 你可能还要跟Analyst 或者跟Business People 讨论这样的问题 什么样的feature有用 然后你可能要 你如果当最后 你要做Model的时候 你要进Production 你可能还要考虑Efficiency 的问题 你要考虑Automation的问题 你怎么让你这个Job 每天的Round 还不能Fail 你不需要Manual 去Tune这个东西 所以这些东西 在它Science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很多问题 包括GN的问题 你是这些东西 都会在 就是说会问你 什么样的feature有用 在这么一个Business Case下 什么样的feature 有可能会有用 我比如说Predictive User Churn 会有什么样的feature 我Predictive 这个Ranking的Performance 会有什么样的feature 这个东西 Fature on GnR 它的困难 就在于 每一个公司的 每一个不同的问题 它都有自己的这个Product 会有自己的很特殊的东西 所以有些时候 我觉得这个一条 我稍微说多讲一下 就是因为 有的时候 刚毕业的同学 因为没有什么工作经验 所以这一块 往往会觉得非常的 frustrating 我刚刚毕业的时候 当时去买Amazon的时候 也是很frustrating 很frustrating 问题在于 它当时来了四个人面试大概 然后三个人都在面 Business Case和feature engineering 所以我当时非常frustrating 但你说这东西 是不是fair呢 我当时觉得非常不fair 因为我刚毕业 为什么要问我这种问题 但是现在的市场 实际上就是说 你希望你自己 不要碰到这种状况 你不要碰到这种 四个人 三个人的问题 Business Case feature engineering 你不希望碰到这种状况 但是大家对于这种事情 怎么说 就坦然面对它 因为这东西很重要 所以大家问 而不是因为 大家想fail你 所以要去问这种 所以你如果有机会 去想一想 去看一看 别人是怎么做的 看看别人的model里 会有什么样的feature 而不是仅仅是说 做model本身 去看看别人的model里 有什么feature 在这个问题当中 这个是你不断积累经验的过程 也就是说 recommendation re-ranking quad-test,click-through-age,customer-chain,short-term-game,long-term-scape 这些东西都会有各种不同的一些问题 一些不同的feature 所以大家是需要 你如果去面这个公司 是需要去考虑 OK 好 那么这基本上就是我们讲的一些 面试当中的一些 注意事项和面试当中 机器大的一些方向性的问题 好 我感谢了 谢谢大家 感谢真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